我们现在这个地下矿洞呢 还有两个方向没有改造了 其中一个就是这边 这边的话 我想想干点什么比较好 有了 就建一个地下温泉吧 首先呢 还是把这片地方清理出来 把它挖成一个长方形 然后温泉的话 我们肯定是有水 有换衣服的地方 就以这条线呢 为分界线 把里面做成温泉 接下来把这里挖一下 想了想的话是挖三层就够了 第一层铺岩浆 第二层放黑凝浆块 然后第三层的话放水 我出去挖了点硫磺金沙回来 他们已经把岩浆都铺好了 现在这个版本有无限岩浆 就方便多了 黑凝浆块马上也铺完了 就问你们 咱们这个温泉暖和不暖和 再随机的放上一些硫磺金沙 好了 这下再把水放完就OK了 那这边的温泉部分就进好了 接下来呢是外面的这一片了 这片呢就做一个小小的更衣区 先放上两个衣柜 放点桌子凳子 换个地板什么的 之前在冰原村庄里缩刮的这个帘子 正好没有地方用嘛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澡堂的门口 先在后面放上木板 再放上帘子 放完之后再把木板砍掉 好了 现在这个帘子像不像那么回事了 把阿黎的这个蓝色棉花块打掉 我们换成冰原村庄里的这种 这个好看 数量不多 所以就把两边节省了一个 铺到正周样 设施都建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墙面 还有天花板什么的改造一下 果汁里铺的全部都是笑牙白木板 写实菜质包里 也就这种木板比较好看了 天花板上还放了点灯 然后又在这个分界线放了一些帘子 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我们的隐私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享受时间了 三个人拖光光 开始在温泉里面一块都玩耍了 泡完了之后 就来上面的更衣区 换一身漂亮的衣服 等等 看我们三个 泡完之后变得更漂亮了呢 这个温泉也太好用了吧 哈哈哈哈